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頻道的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 你好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你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好了 今節我們就講一講世界時事多合一 第一則新聞 其實跟之前推測的不同多樣 現在烏克蘭的大反攻你覺得順不順利 沒有什麼進展 順不順利 如果你說有進展就等於順利的話 那就不順利了 沒錯 想不到之前我們說過 華盛頓郵報屬於 自由派的陣地 另一個自由派的陣地 紐約時報 原來他們 都出了文章 他們都說 烏克蘭軍隊 反攻已經接近三個月 這個離世和受傷人數不斷增加 反攻的進展相當緩慢 雖然美國官員不認為反攻是注定失敗 不是不認為是注定失敗 但是會不會最終失敗呢 但是 承認 沒有取得預期中的進展 原來 烏克蘭軍有一個最大的致命傷 是什麼呢 就是 烏克蘭軍在戰場上 烏克蘭在東部戰線 是錯配資源 投入過多資源 這個都幾大壞兵家大忌 本來那些地方 不應該是這樣的 但是你就 不肯攻別人最強的地方 那麼 是不是因為想迅速得到有什麼成效呢 我也覺得是 這個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 烏克蘭在東部戰線投入了過多資源 在錯誤的地點 部署太多兵力 其中 包括了一些最優秀的作戰部隊 都是放錯地方 烏軍反攻的主要目標是通過撤斷 俄羅斯和克里米亞半島之間的綠橋 撤斷 俄羅斯在 烏克蘭南部的補給線 不過 原來 這個美國官員 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就說 烏克蘭指揮官 並 沒有重點關注這些 而是選擇 在東部和南部 平均分配部隊的 這個火力 和兵力 這些官員就認為 烏克蘭目前 在 東線 巴赫穆特等地 是不是都說的 其實巴赫穆特是不是真的需要這樣去搞呢 就說他們就覺得 軍隊的數量比 有戰略意義 更大的南部地區 的軍隊要多得多 他們覺得有 怎樣說呢 意義上的 是的 其實很多軍事專家都說巴赫穆特 沒有那麼大意義 是象徵意多於一切 對俄方和對烏方 兩邊都是 俄方都投入很多 舔了很多東西 當然 老赤華已經收復了 沒有發生這件事 沒有 沒有 美國方面曾經建議 哪怕 要遭受更嚴重的損失 烏克蘭也應該 重點推進到 梅里普 托波爾跟我們之前說 現在 其實他說的 這個紐約時報 不知道是不是跟華盛頓郵報合 華盛頓郵報我們之前說的 不過就是 這個 美軍 就對 這個美國 軍方就對烏克蘭 很 失落 因為 今年是沒有辦法推進到 梅里托波爾 沒有辦法推進到那裏之下 突破俄羅斯 設置的雷區和其他防禦工事 其實很難的 很難的 還有你放那麼多東西在烏東 烏東和俄羅斯牽著 對梅里托波爾 現在 現在 克里米亞都是實際上俄羅斯 但是始終 是一個半島 你和俄羅斯的 那個 那個國家 主要的地方貼著你 很明顯 美國官員就跟 紐約時報說 只有改變戰術並且採取大規模行動 烏軍才能夠改變反攻的節奏 另外一名美國官員也表示 烏軍兵力部署 過於分散 他們需要 要在一個地方集中 鞏固自己的戰鬥力 不過呢 這個紐約時報這麼老實的為頂 不過現在可能太遲了 有心霸辭 你可以這樣說 烏軍 在東部投入大量資源 令到美國的情報官員和其他的將領 是覺得相當困難 因為這些西方的軍事官員就認為 在東線用較小的部隊就可以牽制著俄羅斯的首軍 雖然理論上 烏克蘭在東部有足夠的軍隊 是 是 奪回巴赫穆特 理論上 但是 這樣做將會導致大量的損失 而幾乎 是沒有戰略收益的 在 今年 今個月 8月10日 美軍 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上將 和英國海軍上將 賴達金 還有美國駐歐洲最高指揮官 卡玉利 都敦促 烏軍 將注意力集中到一條主要戰事上 烏克蘭部隊的指揮 總司令 澤勞內日 當時 就說 接受了建議 但是 原來 說是接受 不過 5日之後 烏克蘭總統澤利斯基 就到訪了巴赫穆特 的前線 還大聲說 現在東線 是很重要的 因為 他不想表現出放棄 東部的樣子 因為 但是東部一四年已經開始有很多的親俄分子 是不是 可能他覺得 這就等於 我搞了那麼久 投入那麼久 如果我 這樣 是 人家覺得我是放棄東線的 所以 他更加強調巴赫穆特 令到 這個美國很無奈 還要 死心不惜都要拿到 巴赫穆特 已經 損手爛腳得很厲害 是呀 美國官員也說有跡象表明 烏克蘭 已經開始將一些 經驗更加豐富的作戰部隊從東部調到南部 但是 即使最有經驗的部隊也會遭受 重大的 損失 然後要進行多次重組 紐約時報還說 有幾位美國的官員也跟他們說 他們預計 烏克蘭將會在冬天到達 亞畜海的一半左右 到時 寒冷的天氣 導致戰鬥再次要停止 美國的高官就說 這個將會是烏軍的 這麼搞笑 他說這個是 烏軍的部分成功 階段性勝利 停止了還說 停止了反擊的階段性勝利 不是吧 好像那些 股票那些 只蝕離場 都是贏了 輸小當贏 你也說得通 其實這樣 是不是覺得這樣也好 好過你什麼都蝕了 但是 另外一些人 就認為 反攻甚至沒辦法實現 這個有限目標都不行 到 冬天到達亞畜海的一半都不行 如果是這樣的話 西方的內心都可能會受到折損 烏根目前 就是動用最後的 戰略儲備 有西方分析人士就擔心了 不是還有F16那些東西嗎 差不多到尾聲 你說烏合 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出盡了力 當然他是不是還有力可以出 但是他想出的力是出盡了 烏軍的反攻 可能 在 9月中旬之前就失去動力 特別是天氣變化 導致我們 這個我們也說過 是導致地面的 泥嶺 變得沒有辦法令到戰車通行 美方就說 雖然他們不認為反攻會注定失敗 但是承認 烏軍 並沒有取得他們或者盟友在反攻開始時 所希望的東西 咦 老超又是 燈神給高哥猛盡 這幾件事好像沒有 有沒有發生 而且相當距離 冬天都不是很久 就快到了 另一方面雖然 克里姆林宮 存在系統性問題 但是 規模小 實力洪厚的 俄羅斯軍隊在南部表現 比美國官員和分析家 的預期要好得多 就算你說他怎樣鬆散 有什麼動搖 你沒有把握到這些機會反攻 老實說現在 普利哥津都走了 其實都是震懾了那些想搞搞震的人 他可以是 你說他用威嚇什麼都好 那些有意心的人都是害怕的 紐約時報也注意到 批評 烏軍的美國官員 原來從來沒有 經歷過 敢的規模和強度的戰爭 而且美國的戰爭學說 也從來 沒有在 紐約時報說 從來都沒有在 烏克蘭的環境當中 面對過考驗 俄羅斯的電子戰 干擾了通訊和定位系統 烏克蘭也沒有空中優勢 近期 美方已經是多次釋出 一些比較悲觀的訊號 好像 CNN 之前也說過四名 美國和西方官員就跟CNN說 在烏克蘭 發動反攻行動幾個星期之後 西方國家 已經對 烏克蘭軍隊的能力進行 越來越清醒的評估 那麼厲害 台媒不是說 又好像老超一樣 高高猛盡 什麼都不怕 代表正義 也叫大陸要小心一點 看看是怎樣 一位西方高級軍員就跟CNN說 在未來幾個星期內 烏克蘭軍隊 可能會 被期待能夠取得 一些進展 但事實上 在他們看來 他們想要取得 能夠 改變戰爭平衡的 進展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就算有F-16 他們都說不行的 這個美方都這樣說 可能你說美方麻痹你 你都可以 你這樣說都可以的 美國情報界 的評估 華盛頓郵報也有轉載 就認為烏克蘭反攻 是沒辦法 到達 東南部 關鍵城市梅利托波爾 剛才我說的就是華盛頓郵報 現在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 互相呼應有一點 如果這個結論被證實的話 意味著 烏克蘭將沒有辦法今年 是 進行行動 實現撤斷俄羅斯通往克里米亞綠橋的主要目標 烏克蘭總統扎尼斯基也承認 我們的反攻是不順利的 而且進展可能要給一些人的希望而慢 但扎尼斯基也表示 烏克蘭軍隊 在反攻當中 蛤? 握了主動拳? 這也是等於埋哄給自己 這個普通話說的 你說得這麼大 他是主動去反攻這個對的 但是一直都沒有成效 是 你主動拳是主動去動手嗎? 我主動去反攻 但是我封不入 是 從一開始都一樣 到現在 只是你說反攻 反攻 丹麥那裏還說 他說俄羅斯輸硬 在丹麥那裏也說俄羅斯輸硬 他就說這是一個重要和積極的時刻 大家等著 這個消息 等著消息是好還是壞 老闆 或者是好消息 剛才都說了 逐漸失去耐性 然後你說等著你的好消息 有沒有時間表 時間表 你始終都是 大反攻 始終有一個時間點 要換一換 是,沒錯 沒錯 只要這樣說 你經常說這麽大 就是為 幫自己挖個坑 自己小心 會跌下去 其實我都覺得它是跌跌的 不是開玩笑 都賣賣 賣賣地 不是開玩笑 好 這就是第一則新聞 第二則新聞 就說一下 現在很多人說 通脹已經 是 結束 或者是見頂 不過 應該是吸收一些教訓 之前亦都是 有些不好的事情 令到大家應該是吸取教訓 歷史沒有如果只有教訓 是 但是 大西洋兩岸 指歐美 的經濟學家 其實 是否這麽容易 看到 歐美經濟體軟著陸 也是要審訊的 好像美國 經歷了 只是兩個月 令人 鼓舞的 這個 物價走勢 有人就開始 說了 現在 通脹已經沒有什麼制 但是我就不覺得 你也看遠一點 金融市場 現在 就是壓住 是不是 低通脹有個經濟軟著陸 不會出現 經濟衰退呢 我覺得是會經濟衰退 因為 利率太強 經濟學家就稱為 完美反通脹 有些進步人士 更加預測美國 在壓制通脹方面的成功 將會適用於所有國家 這個當然不對 所有國家 這個太粗疏了 甚至有人抱怨 通脹不竟暫時 美國的CPI 通脹 看似 是無痛 不痛不養之下 下降 應該 逼大家 從根盤上考慮 經濟的理論 世界上 很多地方 都很熱 但是 現在 有些人就興奮過頭 今年7月 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從9%的高峰 降到3.2% 但是 亦是 掩飾不了 好 物價和目標相比 大幅超調的事實 過去兩年 這個平衡量 當然 有變化 這個 衡量美國通脹的總體指標 升了12% 增長大於美聯儲之前希望的2%的3倍 在歐元區還有英國 過去兩年的增幅甚至更高 分別是14.6%和17.6% 至少 我們看到 短短幾年來 經歷了接近6年的 預期 通脹 價格上漲的速度 是放緩 但是 是上漲速度放緩 但是未回落 所有人都認為 疫情和俄斯出兵烏克蘭之後的價格上漲 很大程度上是暫時的 大家一直都擔心通脹 不會一路自己降到 2%的水平 2%的水平 在下降過程當中可能 會變得相當地 有起有落 即是很曲折 這些 現在正在發生 亦都令到大家擔心 即使在最新的 這些數據之下 美聯儲 對今年年底明年和後年的通脹預測 亦不太可能有太大改善 所有主要錯誤 都在於低估了通脹的強度和永續性 而不是高估它 其實我都覺得是有時間搞的 已經是 令人很心痛當然 痛得很緊要 息口加得那麼厲害 小弟子很痛很痛很痛 雖然通脹 總體來說是下降 但是 美國的經濟似乎 仍然是高溫運行 勞動力市場 還未恢復平衡 但是你不要忘記 如果是 經濟開始 沒有那麼熱 勞動力市場 當然也降溫的時候 有些人沒事做 也是很難把握的 有些人沒事做 或者經濟差 有些人找不到吃 我覺得 又是很難的 這個世界真的很難是一個 完美狀態 真的要 一時候 是永遠都沒有完美 如果說 美國已經看到一些令人鼓舞的趨勢 但是我們又沒有 取得足夠的進展 其實因為歐洲還未跟上 歐洲央行 只可以在最新的 預測中 又是上條通脹預期 核心通脹的標準 也變得 相當飄乏 雖然英國 統計學家 有可能 是 構建出 顯示潛在通脹 開始下降的 這個標準 但是多個數據 仍然表明英國脫歐之後 強調英國脫歐之後 工資格格 螺旋上升的趨勢 將根深剃股 所以大家 就不要想那麼多 是不是這麼快可以搞定經濟 我相信很難 或者這個就是世界 一個新常態 可能就是這樣 好 這個就是第二則新聞 最後一則新聞 就說一下 這個 台媒最喜歡看到 美國的州份 是有些措施 限制中資的 這個美國的媒體就說 為了限制中國的影響力 白宮和國會 當然 也做了很多事 但是 原來 有 33個州的議員 共同提出 81項 和限購土地有關的法律 主要 都是為了禁止中國政府 和部分總部設在中國的企業 以及 中國公民購買 鄰近美軍基地的農用 土地 還有是房地產 其中 有十幾項法案 現在成為州法律 包括阿拉巴馬州 愛達河州 和 維珍利亞州 這類州法案 大多數 都是來自共和黨 控制的州議會 但是也有些法案 獲得民主共和黨 兩黨的支持 相關州法案 發起者就說這個 做法 為何要限制中資 為何 這三十三個州 是要限制中資去購地 或者買物業 因為 死過字 國家安全 這三十三個州 但是 這樣之下 最麻煩的是什麼 就是 反華 和反亞的氣氛 是可能高漲 你知道 我們 亞裔人士都經常被動手 很慘 你再這樣搞 尤其是 說明了 其實他分不了你是華人 或者 你們所說的 是大陸人 分不了的 西人 香港的KL人說分得到 我們自己也可能會分得到 從衣著說話口音 西人鬼知你什麼 還有年初流浪氣球事件 和之前 這個 大流行 亦都令到美國的 反亞的氣氛強了很多 還有這些州份立法 台媒真是好笑 其實你們也有很多台胞在這些州份 你到時就等於變相搞壞他們 好像華裔 聯邦眾議員 趙美心就說 政治人物力圖 是藉著這些法律 限制中國的法律 是 現在 比誰更加反中 之後就獲得政治紅利 以前就說鬥王 現在他們就說鬥反中 當然是令到我們 在當地的華人很慘 好,今次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各位,再見 再見 再見